大数据是目前生活中常听到的一句新名词 指的是大量数据 大型企业利用大数据来掌握消费者购买行为 制定更符合大众购买行动的机制 达到更精准的将对的物品送到对的人面前 快速完成消费行动 但在萧斯顿华美一金学社的一场讲座上 主讲人李兆玄认为大数据不只能应用在与人相关的范围 而是各领域都能应用到大数据的概念 你要relate to human behavior 这点是我不太同意的 就是说这是dictionary.com的定义 就是说大数据要用在human behavior 当然大数据可以用在human behavior 可是大数据非常宽广 可以用在任何科学领域 任何什么天文物理地 通通都可以用到 所以说不一定要用在human behavior 这场大数据应用讲座 是华美一金学社为社员举办的活动 自然是希望借由大数据的话题 能与一金激荡出更多可能性 该社荣誉会长袁毅女史当天也列席聆听 试着从中听出弦外之音 找出能与一金交融的关键点 一金累积了万物运行的规律法则 本身就是一部大型资料库 只是这个大数据是靠着人类记忆体运算 在计算上仍然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限制 假以时日将一金的运算法则 结合电脑系统大数据的运算公式 届时将一金纵横交叉演算后的结果 能否有更惊人的答案 充满了无限可能 相信这会是创会会长 演绎女史最了解两者结合后 未来可以有多少可能性的 未知性的当事人了